黃偉晶20號在西門町 熱熱鬧鬧舉辦前場會 現場由小賴擔任主持人 鬼鬼無音節還驚喜出現 幫她慶生 不料26號卻突然傳出 當天其中一名工作人員確診 隨後偉晶在經紀公司也證實這個消息 經紀人表示 3月19號 偉晶曾經跟確診的工作人員 短程一起坐保姆車 因為是密閉空間 所以衛生局要求要自主健康管理跟裁檢 之後偉晶和其他工作人員 也都第一時間做快篩 結果為陰性 後續PCR檢測也呈現陰性 但目前的工作都先喊咖 預計要自主健康管理到29號 而擔任簽唱會嘉賓的鬼鬼 和確診者沒有密切接觸 但在得知消息後也做了快篩 顯示為陰性 主持人小賴也表示 快篩結果為陰性 最近也在IG更新動態 附上一張流滿胡渣的照片寫下 為切安跑哦 照片會不會看起來太可憐 並宣布原定的工作行程 將取消出席 而這也是繼去年6月 五間勤團員成林久染疫後 微晶又再度傳出 解除確診者 粉絲也在底下留言 安慰他說 身體沒事最重要 記得好好休息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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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